品川说冷静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品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FQQ的话去三亚去澳门旅游一个多月之后 终于回来了 我们看他回来之后迎接他的是大喜还是大悲 本场对抗地图选择的是TH FQQ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蓝色的人组 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红色的人组 也是人组 一场人组内战 我们看看本场对抗应该不是破法互相洗澡吧 好首发英雄 这边红色人组首发的是大法师常规的一个开局 FQQ这一边我们看一下 嘿果然是要整活的 先造兵营后造集团 他还是选择中立开 人组内战选择中立开 这个玩法也是蛮多的 我们看看FQQ会选择哪一个英雄 第一个富特曼呢还是赵丽 去巡逻侦查一下 是吧 看看对手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啊 对手的话是常规开 目前暂时家里没有造塔啊 看看这张地图的话 90%都是开矿的一个打法 这没办法 这个矿离的太近又太好开了 是吧 实在是挡不住这个诱惑 好 第二个富特曼可能需要去中立的酒馆 买一个英雄了 哎 FQ过来一看好 对手选择是连这个点 那大法师走出集团了 这边步兵也是完成自己的任务啊 侦查完毕 那看一下选哪个老大 酒馆 恩后多时 选谁呢 这边的话 里面有N个英雄说 选我选我 最终还是选业了 火魔 火焰灵种 火焰灵种 1.36.100倍 确实是比较的猛啊 刚开始的时候 是吧 各大职业选手啊 都用这个英雄手发啊 战术也是层出不穷 不过后面 满满火魔好像 也没有意想中的那么强啊 好 我们看一下 FQ选择火魔的手发 开局连矿 对手也是开局开矿啊 先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然后再连分矿 看看双方的分矿 谁会比较顺利一点啊 这里对手的话 也是第一时间侦查 那两个人打的 还是非常的有点东西啊 最起码侦查做到位 好 火魔 第一个点练完 哼 也是一个攻速手套 大法师这边打了一个 指环加四加攻速手套 大法师的话 提前想去进攻 FQGO 现在是练蝶小于人 那小伙人赶紧分裂 是吧 这个英雄玩的就是小伙人啊 好 这里打了一本 知识诸书 赶紧吃掉 两个人 27 28人口 双方差不多 拼的啊 就是小操作了 FQ这边小伙人 有点多 两个 又招一个 好 这两个小伙人 趁机是干坏事 然后这一波的话 是手架 来 防守进攻都有了 家里的话 FQGO木头为零 哎呀 没木头了 只有一个农民能敲 尴尬 尴尬 这 好 有十个木头了 哎呀 终于有木头了啊 那现在的话 小伙人赶紧把福德曼给赶跑 另外一边 这里小伙人 哎呀 对手没有防守 那这几个小伙人 可以无限分裂了 哇 小伙人的快乐 他来了 分裂一下 这边又可以差不多 又要分裂了 那对手一看 这前线拿不下 家里的话 又有点扛不住了 赶紧回房 赶紧回房 哎 这就是火魔 首发火魔的欢乐啊 前期的话 小伙人到家里去 哇 一分二 二分四 贼舒服 好 对手赶紧过来回房 那FQGO随后赶到 低 小伙人打得不错 好 接下来的话 要消耗一下大法师的一个状态 这红色人组 本来打得积极主动 没想到 家里被小伙人抄了家 好 民兵一敲 人走 民兵要敲得勤奋一点 勤劳一点 这样的话能保得住 哎呦 这边火魔 所有上海打大法师身上 大法师掉下 贼快 贼快 跑跑 好疼 好疼 这边FQ1看 跑这个和尚 跑不了庙 把你的农民给干掉 来 富特曼 到下一个 哎 这里怎么就杀一个富特曼 农民赶紧杀 好 对手的分款敲好了 这边圣塔 造了三分之一 FQ还能大赚一波 自己的分款已经开好了 对手的分款 认自己各种柔认啊 来 FQ的话 对手的农民是准备好修塔 FQ迟迟没有动手 哎呀 火魔被围住了 看能不能破口 破口之前的话 是闹到了三级三级之后 来 回程 步兵步兵要走吗 带走两个步兵 还有一个没有带 大法师的话 要不要趁机 有鞋 但是这边有点犹豫啊 他赌你在分款 分款不在 那就杀农民 主框的话 呵 临时报佛桥 瞧个上电 FQ大法师过来一看 哎呀 这没有猜准啊 还是来主框找一下 这边你过来 我药膏已经贴了 来 大法师 水元素一招 赶紧走 两个人互相走打 但是大法师有鞋 比较灵活一点 另外一边 对手的分款 终于还是守住了 呵 这没想到两个人 开局打得很刺激啊 你敢信 FQ的话既然用一个稍微常规的战术啊 虽然火魔是吧 火魔的话不是特别常规 但是也是稍微常规 两个人前级互相开矿 互相骚扰 这打得有点像啊 比赛的那种视频节奏的 好 FQ的话分款赶紧守一守 现在轮到对手过来进攻了 火魔现在三级 对手大法师2.9号 差不多也到三级了 大法师一到三 有二级大水源 进攻能力也很强 科技情况 FQ刚刚升奥本 那对手的话奥本 嘿 也是刚刚开始升 好 双方节奏差不多 人口方面 FQ领先啊 38人口 对手的话是27人口 对手的话 刚才 刚才那一波 富特曼死的有点多 说分框 大法师格子满了 直接把装备给A掉 这个大法师 翔刀的肉啊 两个加四的指环 真的是硬邦邦的 大法师见过没有 好 FQ继续过来进攻 这一波的话 五个富特曼 好 对手开始搞建筑学了啊 把最硬的铁匠铺 造在这 卡住这个位置 可惜没有造好 FQ接下来的话 小伙人要不要招一招啊 来 富特曼的话 先去杀杀农民 然后趁机搞一搞 对手的这个圣塔 对手的话 回防一下 大法师现在有三级 二级大水员 也是贼猛的 这一波 两个人的话 一个进攻 一个防守 又是一个典型的攻防战啊 打火魔 圣塔必须多 一个不够 造两个 那FQ看到 对手大法师来了 稍微的撤一撤 要不主矿进攻一下 嘿 主矿还真的是个好地方啊 这边 啥一塔都没有 但是口子好像堵住了 FQ这个口子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 口子想进的话 必须有单船 那没有单船就不进了 这里选择练 对手一个点 可以 练完这个点啊 差不多买个飞艇 但是对手要进攻了 FQ这个分宽 好像有点保不住 加里塔刚刚开始升 对手的话 富特曼往前冲 好 这一波 嘿 圣塔一个 能扛得住吗 这二级大水源 可是贼猛猴 两根塔赶紧升 但是有点临时 抱火脚的意思 FQ买了个伐木机器人 这里的话要对冲啊 你拆我的分框 我拆你主矿 这也就两个人 拼得很刺激啊 好 FQ买了一个飞艇 飞艇买了没 买了买了 那要开始进攻 对方的一个主矿了 自己的分框 降手应该是守护住了啊 只能够 一进攻 代替防守 哎 他回去了 他回去正面守了 他应该是 觉得对手加了 应该是非常多的塔 结果一根塔都没有 不像你一样 还补了一根圣塔 对手这一波 拖得很不错啊 既然没有塔 FQ没有进攻 FQ选择正面防守 塔 分框了塔 被拆完了 这一波的话 大法师升到了3.3级 FQ火魔升到了4级 好 回来了 身上还有一个靠魔 但是感觉用处不大 除非打山修的时候 有点用 来 防目机器人也加入战斗 这边是小火人 两边是水元素 两个英雄互相PK 大法师你怎么光顾着跑了 大法师表示 对手不想武德 输出太高 我先跑一跑啊 好 FQ这一波的话 正面防守还是守住了 守住之后呢 看看啥时候进攻啊 科技的话 二本升好 直接升300 对手也是直接升300 对手就是不糟蹋吗 好 他的位置稍微的换一换 两个人 节奏都很不错啊 分框建筑学搞一搞 FQ的话 现在玩这个英雄 前面玩小火人 后面肯定是玩六级大招了 所以FQ现在是各种找机会练集 先蹭到五级再说啊 五级之后 团战拼他一两波到六 六级之后就开始秀起来了 分框的话 重新造塔 对手的话分框建筑学 稍微比FQ好一点点 4.4G的火魔 3.6G的大法师 对手暗英雄 嘿 他选择的不是山丘 而是圣骑士 主要还是看见火魔这个输出太高 圣骑士的话得为大哥 保家护航啊 好 FQ是一直在练集 这边打了一个幻象 到时候可以稍微的 这直接吃个群补吗 大气啊 来 看见大法师了 一锅 输出 圣骑士远远的看着 现在就靠水元素来打伤害 大法师吸引注意力 另外一边 盛光随时俩大哥 小伙人一招 FQ的话火魔 去哪了啊 火魔的话选择去手分框 对手的话也开始打多线 大法师吸引注意力 然后分框的话一波骚扰 这个人族也是有点东西啊 见面这边 小伙人被干掉 FQ现在一个英雄好像有点 应付不过来了 家里人口三十一对手四十三人口身光已经换了一个大个了啊 FQ家里的话想去出十九龙三十九龙啊 后面双方要拼空军了 这里的话分框过来 这个塔的数量贼多 主框 哇刚才一根塔没有 现在五根塔 这个人族节奏很不错 前击的话就疯狂进攻 中后级造塔防守 然后现在开始 哎 进攻你了啊 二级大水元一招 神奇士 哪一下 火魔回来了 回来了 水元素打掉 好 火焰领主升到五级了 五级之后 这个输出贼高啊 打谁 先打你的神奇士 神奇士听说你喜欢加血 我让你加 我让你加 哎 人家又加上了 好 现在一个打两个 打不过呀 小火人 没有招 为什么 你打我 我就去送野 你再打 你再打 我真的送了 真的送了 现在FQ一个火魔 打对手两个野状 感觉呢 也撞不到很多便宜啊 对手二级大水元 疯狂消耗你的状态 这边且打且退 好 对手看见FQ出手 十九龙 他也出十九龙啊 两个人同质化的一个战术 看看谁能拼到最后啊 资源方面 两个人都有两千多块钱的情况啊 都是等三本报兵 可以 火魔 单纯回家 现在五点二级了 FQ的话 他应该是想一个英雄打到六级了 打到六级之后 看看考虑要不要二发 目前的话 好 疯狂报十九 对手的话 现在稍微慢了一丢丢啊 慢了一丢丢 但是他有塔呀 这四九进攻下 不一定能进攻得下 FQ的话 这边的话 富特曼升好了顶盾 小钢铁弦啊 到时候看看能不能空投一波 来一波骚扰 好 对手的话 英雄等级落后 他现在呢 赶紧补上 FQ选择去进攻了 哎呀 这个主款现在过来 这凌接你的是五根塔 五根塔 这刚才一根塔没有 没有来进攻 现在是五根塔了 谁能想到啊 刚才对手居然没有塔 FQ是万万没想到的 好 这一波的话 口子堵的比较严实 买个飞艇 进去 十九数量 也是慢慢的积累 FQ的话 打的就是个时间差 对手知道自己慢了 所以直接先补荣音 来 上来拆塔 拆塔也是有经验值的 哎呀 龙音上来直接网了一个十九 亏呀 直接拆吧 顶顿富特曼还是比较硬的 这一波 FQ两个十九过来 对手的龙音状态不是特别好 好 民兵 瞧出来 这一波的话 要开始拆塔了 哎呀 五根塔真的是多啊 五根塔也是有经验值的 拆吧 拆完之后 有经验值就好 拆到六级 直接起飞 好 龙音 这个龙音相当的坚挺 到现在还没有挂 又过来偷袭一下你的十九了 满了 这个龙音好 上来给你来一把沉默 干掉 火魔 TPTPTP 现在 FQ来这一波死了两个十九 不转啊 对手十九数量也起来了 那接下来这一波的话 火魔五点六级 唯一的好消息是 火魔赚了一点经验值 离六级越来越近了 六级之后 这个英雄玩起来还是蛮开心的啊 大法师现在四点一级 刚刚到四级 那离六级还是有点远 大法师倒六啊 也不错 飞来飞去 好 现在双方的话 暂时要和平发育吗 还是继续进攻 目前FQ链级没有经验值了 还是要去进攻吧 现在的话有四个十九 四个十九偷袭一下 呵 分框五根 分框六根塔 竹框五根塔 这有点拆不动 这有点拆不动 圣机是主要是的话 升的是光环加上圣光 保自己的全体部队啊 来 FQ链级又来了 好 两个幻象师就吸引一下对方的一个注意力 这一波拆塔拆塔 第一时间拆塔 真师就也被射 哎呦 这个塔速度最高最高 好 点塔 这师就FQ链级 哎呦 扛不住 好 练完这一波 FQ离六级越来越近了啊 五点八级了 对手交TP 哎呦 十九走走走 哦 单传过来 FQ还是被吓了一跳 平庄也吓了一跳 原来是单传 这 有东西 塔全部拆完 原来是单传过来 对手的话 这一波心理博弈 他成功了呀 好 FQ五点九级的火魔 还有十四点经验值到六了 六级之后 接下来就是大招了啊 过来就杀个农民 再放个大招 对手的话 有没有出三英雄啊 现在暂时还是二英雄 没有去出三英雄 三英雄出一个山丘的话 可以捶一下他 好 对手人口爆的贼快 73人口 FQ没有爆人口 FQ是接下来想玩英雄啊 对手的话 瞬间爆到73人口 那接下来分宽 守不住了 哇 这边的十九 全部被对方个龙鹰给忘了 对手爆病的速度贼快啊 三分钟之内啊 从40多爆到70多 FQ还是50人口没动 他人口甚至还卡住了 那现在必定火磨到了六级 大招也没有蓝啊 蓝不太够 自己现在出龙鹰 有点来不及了 要赶紧转飞机 转飞机 火磨单转回来 然后呢 吃个药膏 赶紧去拆 对手的话 分矿直接放弃 哇 直接放弃 有想法啊 他知道分矿守不住了 农民直接过来 要在这里重新开个矿 大法师 他不急了 这一波对手拆这个矿 拆了也是贼猛 好 FQ说你拆我一个分矿 我主矿分矿 我都要 来了 火魔 六七大招 他来一大大大大大大 大火 塔 都是浮云 好 对手选择交TP 但是对手将近八次人口 FQ这个英雄扛不住啊 虽然对手没有山丘 但是这每一个输出的打你身伤 火魔还是只能交TP了 这个大招放了一半 对手的塔几乎拆完了啊 回家之后 那分矿能守住吗 喝 农民过来拆你的基地了 好 FQ这一波也是有一波困针的啊 来 把这农民全部干掉 火魔现在是六点二级 赶紧恢复一下状态 不过这个六级大招的时间还是有点长的啊 来 对手的空军来了 FQ只能撤 人口对手75 FQ52 这人口比不过对方啊 怎么办 只能撤啊 分货沦陷 完了 FQ的话现在资源落后哦 对手双矿 打你单矿 还在出十九龙鹰吧 十九龙鹰的赶紧取消取消 所有的钱用来出飞机吧 火魔 六级大招的话 还有四分之三的时间 那只能过来杀农民了 好对手直接把这个口子给堵住 让你进不来 那进不来的话 对手大法师现在是五级 没有到六啊 口子堵得很严实 暂时进不去 FQ个主矿分矿都要进攻啊 小伙人去分矿 英雄在主矿来拆 看你手哪一个矿 十九回来一个 身上有单船 要赶紧走啊 的数量起来之后 你可能就保不住了 哎 火力有点猛 好 单船走 然后小伙人在分矿 但是对手的话分矿也坚固到了 农民 直接来敲你了 敲敲敲 三级大水源一招 那这个小伙人 也犯不及什么浪化啊 那现在怎么办 FQ的话好空军 看看能不能去偷袭一下 对方的一个空军啊 龙鹰的数量又是比拼数量了 是吧 鼠鸟大战啊 这里多少个啊 1234 好像蛮多的啊 123456789 九个龙鹰 对手的话龙鹰多少个 1234567 龙鹰少一点 但是它是又数量多 好 FQ补了一点飞机 我们看一下空军大战 58 大战78 虽然说看起来人口FQ低啊 但是对手还有很多人口是农民 来了 双方双方 哎 对手的手速比FQ快一点 好 互相往互相往 这一波谁往的多一点 这一波空军大战 有点刺激哦 78 58 我们接下来看看谁的人口掉的快一点 对手的话吼叫一开 哦 又输出牛电高 FQ飞机看能不能打出伤害 好 火魔又去放大招了不 火魔的话现在 还差一丢丢大招 把一个龙鹰给干掉 这一波空军 FQ就掉到了38人口 35人口 对手还有60多人口 这波空军 FQ没有拼赢 好那部队没有打赢 火魔的话六级大招快好了 大法师回来了 这里要不要开大招 大法师已经回来了 现在FQ这一波空军没有拼赢 这还是小事 大事就是对手经验之吃饱了呀 大法师直接5.7级了 5.7级大法师意味着 他快到6级了 FQ这一波空军没有拼赢 那还是飞机数量太少了呀 火魔还是想找机会去开大招 现在来 飞机的话给对手一点分框 压力 好飞机又补了一波过来 这一波飞机的数量很多 应该空军可以拼赢了 火魔他来了 但是对手 哎呦还在这 哎哎哎哎 这直接放了大招吗 这不行啊 石球数量有点多 火魔扛不住 好飞机的话 这边有没有伸对地呀 好飞机升个对地 升个对地 杀农民也可以 现在火魔7.2级 好直接来分框放大招 这个分框啊 有点脆 但是当着别人的面放大招 你有点膨胀啊 好飞机这一波的话 火魔就是钓鱼 把你的空军骗过来 然后飞机又开始一顿输出了 但是飞机好像打不过 怎么办 飞机打不过 只能后撤一下 我都不说啊 对手的话 这个光环是真的是真的完美啊 光环是呢 是三级光环 三级光环 这个护甲贼高 好 FGQ打出了GG 哎 FGQ这么快就认输了吗 好 对手打出GGGGGG 但是FGQ好像感觉 嗯 还有得打 还有得打 飞机拼空军 没有拼影 哦 对手这个二发圣骑士啊 确实是精髓 三级光环 空军数量的话 同等的情况 我护甲贼高 更加坚挺 好 FG给我火魔大招 哎呦 还有四分之三的时间 好 对手直接冲你的主框了 这一波 FGQ冲主框 能不能拼得赢 飞机 好 拼空军 对手大法师 升到了六级 六级 这一波FG空军拼赢了 应该是拼赢了 但是对手大法师 到了六啊 好 FGQ这一波飞机 玩虐对手的一个空军 拼了三波空军 这一波终于是拼赢了 但是你飞机 不要练战啊 对手的话 三级大水源打你飞机也是贼猛 好 对手的空军死的差不多了 FGQ火魔升到了八点二级 这一波拼完 我们看一下 对手的话 也不着急 反正呢 我空军没了 我水元素还贼猛 好 FGQ在对手的分框开始屠弄了 十二一级 难道说 刚才FGQ这个技技 是虚假的技技 意思的是嘲讽 你要技技了 是吧 来看一下 这一级团战 FGQ其实打得不错 好 飞机过来的话 继续拆吧 选择飞机拆 那现在 即使飞机能清理掉对手的空间 但是水元素清理不掉 这水元素打你的飞机太猛了 这边飞机只能慢慢中间再结冰 好 分框拆完一个 FGQ继续拆主框了 对手呢 也是拆FGQ的主框 现在大法师有六级 太灵活了啊 想飞哪飞哪去 来 火魔大招 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那飞机过来 省好了对地 拆吧拆吧 慢慢拆 好 对手直接飞回来 那只能跑了 FGQ 对手省了 省了N个体力的钱啊 完了 对手的话 还是暴空军 有钱就是任性啊 我这边施救的护甲 六加六十二 贼猛 FGQ的飞机打不动了 你这边一攻零防 这林家的施救是一攻三防 再配合圣骑士三级光环 这施救能打一飞机 你敢信 好 火魔的话 趁此机会吸引一下注意力 前后吸引一下 那这一波的话 飞机过来一看 把这些的建筑拆掉 完了 对手在这里投了一个矿 FGQ没有发现 这个矿可能会成为 后面胜负的一个关键点啊 FGQ目前的策略就是拆 我拆 我拆拆拆 你没有山丘 是吧 我这边比较灵活 虽然你大法师也很灵活啊 FGQ在对手的旁边开了一个矿 对手也在FGQ方面开了一个矿 这一级两个人玩得刺激啊 火魔 随时侦查对手的一个动态 身上有单船 也可以及时撤退 对手没有栓球 这里的飞机 拆一下残余的建筑 六级大招 差不多又要好了啊 但是现在FGQ的问题是 没有发现对手在这里偷了一个矿 来 火魔来了 我六级大招 又来了啊 第三次帮大招 嘎嘎嘎嘎嘎嘎嘎 开的贼快 哎呀 但是自己小身板扛不住 对手这个火力有点猛 放完大招就跑 然后飞机争取时间 好飞机把对方的分块给拆了一干二净 然后走 你敢追吗 真的敢追 那飞机就赶紧跑吧 飞机跑得快 现在FGQ的话 问题是他到现在没有发现对手这里的矿 好对手没有木头了 只有一个农民在敲 这个时候如果把农民给干掉 FGQ 估计就有机会了啊 哎呀 FG敢回来吗 这回来打不过呀 走 哎呀 火魔你往这边走啊 他不往这边走 那对手要把FG的主块给拆了 然后FG飞机要赶紧去拆对手的一个主块 现在FG的心法是 嘿嘿嘿 我有一个分块 我敢给你拆 对手是 哈哈哈哈 我也有一个分块给你拆 两个人各怀心思啊 都觉得自己能笑到最后 这一局刺激了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 飞机呢 显得机动性的来拆 火魔的话在等自己的六级大招 刚才六级大招用完了 所以这个红色人组放心大胆的给你对拆 你现在没有六级大招 我就放心给你对拆 你即便有我飞回去 也是立马能处置你 哎呀 FG的分块被发现了 对手直接飞过来 大法师机动性完美 就在这里啊 那对手都侦查了这个框 FG你不侦查这个框吗 FG说不可能 不存在 对手不可能开这个框的 好 那现在的话 大法师单传过来 处理一下你这边的一个小小伙人 两个人对拆啊 这个局面 FG的分块被发现 但是对手的分块没有发现 现在FG觉得对手就这么一点东西了 我肯定能拆掉 你大法师赶过来 我火魔一个人把你打退 把你打退之后 那接下来飞机又可以过来拆了啊 这一波飞机拆的贼舒服 火魔呢 哎 一看对方大部队回来 我就走了 这个分块 哎呀 还是被拆 那飞机呢 就是靠机动性啊 慢慢拆 FG目前看是对手家里这些建筑啊 都是残血的建筑 我肯定能拆赢 我家里还有这么多建筑呢 但殊不知 对手这里开了一个框 我们看一下 FG的视野是没有这里的 他并不知道对手在这里开了一个框 在FG的视野当中 对手就这么一点点建筑了啊 只要我拆完 我肯定能赢 我等一下有个大招 是吧 再加上飞机 我就不信我拆不了你 对手两个大水员守家 两个大水员有时间限制啊 马上要消失 火魔过来一看 哼 你追我 我就走 然后飞机趁此浑水摸银 哒哒哒哒哒哒 来 你看 又拆掉一个建筑 是吧 我每次模拟一点 每次模拟一点 终究是要被我拆完的 好 这边的话 人族派了一个骑士过去拆 然后大话是男的飞过去 FG的话买个隐身 可以 买个隐身 等你走之后呢 我放个大招 对手这个框 哒哒哒 开得贼舒服呀 FG这一截 竟然在视野方面 输了啊 好 对手这个戏 赢得也是真的好啊 就所有火力都在 保拼命的保这个框 让别人以为 他就这一个框 FG给我火魔大招 开出来了 这个火魔大招 硬撸硬撸硬撸 录完之后 还有一个隐身 实在不行隐身 好 三本基地拆完了 对手看起来 只有两个建筑了 FG给我表示 胜券在握 胜券在握啊 对手只有一个建筑了 三级大水源 走 火魔的话很危险 隐身吃掉了 好 隐身吃掉 虚假的往这边走 然后其实是往这边走了 FG给我 这个戏演得不错哟 然后 过来反拆一下对手 最后一个建筑 FG到现在 还不知道 对手这里有一个框啊 FG给我是觉得 对手只有一个建筑了 我把你给拆了 我就赢了 好 他在跟着这个农民 他心想这个农民 肯定想造东西是吧 哎 火魔跟着这个农民 找机会把这个农民干掉 好 对手飞过来了 那飞机走 心想你就这一个建筑 我马上就给你拆完了 现在FG给我心想 你最后一个农民 我干掉 我就赢了 好 这个农民演戏 演得很戏啊 往这边走 他不往这边走 好 这个人组演戏 演得很不错 FG给我 把这个小农民干掉 哎 哇 过来一看吗 FG给我没有过去 还是不知道 对手那里有一个框 好 现在FG给我想 哎 我拆完这个 我就赢了 我就赢了 能拆完吗 拆掉了 为什么对手 没有推出游戏 好 难道这里有东西 火魔过来看一眼 没有啊 到底在哪里 飞机在四处去侦查 FG给我不信 我都把你拆得干干净净了 你怎么还不退 那接下来看看 这里有没有建筑 哎 没有啊 好 再过来这里一看 FG给我估计要心碎 对手居然还有一个完整的家 好 火魔过来一看 FG给我一看 心碎了呀 这是啥 满满的建筑 满满的兵 这再拼命拆一万年 也拆不了了 FG给我 那怎么办呢 要不继续慢慢拆 好 飞机想过来看一眼 那彻底心碎 FG给我 打出了几几 那这一集FG给我打了两次机器 第一次机器啊 觉得自己胜险在握 第二次机器 一个绝望的机器啊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